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飛俠 我發現原來在旺角的Kick Launch 、Toronto 等 這類 Why Not Zero Point 3 已經出了 即是它偷跳 其實在12月30日或31日 Kick Launch 已經有了 今天連Toronto 也有賣 就1099 了 如果大家對這對 Zero Point 3 有興趣 都是出去看一看 我今早見到也是有賣 現在應該都還可以 我猜它都出了POST 不久了 都是一路有賣 我猜它未來的普通式 可能明天 或者9號 都會跟著它的Schedule一路出 我看上手外形都英俊 其實設計都可以 看樣子都像 戰鬥格的可以考慮 但1099 應該是會 給它普通版的999 貴100 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 其實這個設計都跟Curry 6 是一樣的 你見到特別版的 現在在網上每天都會和人按的 都是貴一塊的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的顏色 大家都這麼喜歡呢 真是很有趣 CM1 那隻都很快被人按 當然不是秒殺 首波都可以進到 很勉強 細碼沒有了 就要看你自己的興趣有多大 我覺得Curry的顏色很誇張 只可以十幾十隻顏色 玩特別版都會玩死 但其實我已經少試了Curry 6 我覺得這次Curry 6 有些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像Curry 我之後可能會有空出個 review 現在還未試完 暫時太預先了 所以沒有跟大家說 另一方面 其實PG4推遲了出的時間 原本是1月3日出的 但現在在East Bay 計程度移到1月24日 所以理論上應該沒那麼快會看到PG4 但我在Instagram的Apps 突然看到他發出了 究竟Paw George的設計是怎樣 我完全在網上搜尋不到Graph 如果大家在Instagram看到Graph 自己可以盡力盡頭也好 盡力看看它的設計也好 我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它真的好像KD 鞋子 沒有了中間的Sofo Board 就直接 好像真的有整個Full length Air 即是整份Air 看它的Air是沒有不同的壓力 它是整份的 因為你看到KD那些 它的Zoom Air是一格格的 整個Full length 整個Full length 都是一個Full length 很有趣的 整個Full length 整個Full length 整個Full length 最後的Zoom Air 在AIR Show 在裡面 是怎樣的打法呢 是否真的會比較好 我真的有點懷疑 但 看不到鞋子也說不到 會覺得挺古怪的 不過 我覺得在腳感方面 挺有趣的 即是你會 踩到一個比KD更厚的Air 但是呢 可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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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會 差一點的 即是它那個厚度呢 是挺厚的 我看過Air 可能是這麼厚的 一個一個洞 這麼厚的厚度 所以會是挺誇張的 但是如果你設計得 這樣的話 是否真的 即是 大概是越級挑戰 KD12 那類型的鞋 那 就是上腳才知道 整個設計 就 看到它切開了 完全沒有分別 這就是 實物源圖 到時看到的 也會是這一款 那 我想就是這麼多 大家可能 在HKKX之後 覺得 最多一兩天 都會看到 有相關的 PG4的 即是那個 那個 大家可以到時再看看 那 其實呢 我剛剛 也開通了Facebook 和Instagram 那 可能是一面 Instagram 裡面的 FREE LITTLE GUY LITTLE FREE GUY 好像忘記了 改名 其實呢 隨便改名 等大家可以更新 一下 Facebook 都是小飛 GoGoGo 那裡的更新 所以呢 我會盡力做一些 譬如 可能有 有段片之前 有些鞋 試了 可能我現在 拍了一張照片 或者在街上 剛剛走開 看到一些特別的 東西 可能就會 將資訊 在那裡 因為片 可能始終會慢 那裡的資訊 就會快一點點 如果大家可能覺得 有趣更新的 可能在那裡 會看得到更多 那我 希望可以保持更新 但是 我又不可以答應大家 因為始終這些都是我有空 就做的事 不是說 全時間去做 所以 如果更新的 不准吃 大家就 見諒了 那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 訂閱和分享 和分享 和分享 拜拜